说到杨丽出道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的,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童心,真正活起来的时候让手工一部穿越剧,让杨丽大火,而还有一部剧让大家都非常喜欢,那是《先见奇强正风》,这部电视剧的演员如今都是娱乐圈的一线男女年轻,可以说是娱乐圈的半边片了,比如胡歌,杨丽,刘诗诗,谭温,霍建华等等。 他们在试验上都发展得非常好,原本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,尤其是杨丽,谭温,刘诗诗三人,在这组关系好得像姑蜜,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?那是他们的婚礼,都没有见杨丽,除了胡歌无赖,毕竟胡歌还没有结婚,很多人都说杨丽的人缘太差了,所有的朋友姑蜜,都又连着远了。 说到刘诗诗的闺蜜,有一个人真的是自得自贴,她就是跟刘诗诗一起来出演《先见三》的杨丽了,真的是哪哪都有大秘密的影子啊。 刘诗诗其实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温柔贤淑的龙鹏,和杨丽饰演的是任性将近的唐雪剑。 这老人凭借着这部剧在国内可是一胖来红了,唐温婚后与杨丽同台的时候,在后台杨丽就像是乐生人一般,话都不说一句。 刘诗诗曾在《先见》的发布会上,说和杨丽是一见钟情,和杨丽的光播出之后,在播出刘诗诗的步步精心,杨丽总被网友拿来比较。 之后刘诗诗成了金庸女神,表人的互动也变少了,而且杨丽结婚,都没有请刘诗诗,刘亦非等人。 反观唐温的婚礼,没请杨丽,刘诗诗的婚礼,没请杨丽,渊红和霍建华的婚礼,也没有请杨丽。 这娱乐圈时结婚都不请她,刘诗诗的婚礼也没有请她。 但问到刘诗诗为何不请的时候,刘诗诗给出的答案也是不留情问了。 刘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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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�